你知道为何唐三能够帮助唐浩重续断职 却不出手帮助陈兴恢复断臂吗 究竟是其中另有隐情 还是唐三忘恩负义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此事的具体人物 老规矩视频开始前 记得点赞收藏加转发 如果你也喜欢看斗罗的话 那就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拨关注吧 小编在此先行谢过大家了 众所周知唐浩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亲手剥离了荣于手脚内的两枚红 只为让唐三将其归还于宗门 要知道玻璃魂骨可以说是无异于自费经脉 不得不说我们的浩跌是真的刚啊 幸亏唐三在突破封号斗罗境界后 停戒蓝银黄春风吹诱声的技能 将其断织完美重续 而唐浩也是因祸得福成功突破至97级巅峰 此时我们无敌浩跌的实力不要太过狂 在加灵关城头竟只用三锤 便将魂力高达98级的金恶斗罗轰趴在加灵关城头 那么唐浩能够恢复 但剑斗罗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同样是断织的陈兴唐三却对他不闻不问 那么为何唐三不曾顺手将其重续呢 其实归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两人并未有任何瓜葛 在斗罗前期两人也只是仅有少量的朋友 若不是当初唐三创建唐门时 需要宁峰制的财力知识 恐怕剑斗罗与唐三也只是形同陌路 因此只要剑斗罗不主动提出帮忙 我们三哥肯定不会没事找事 其次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剑斗罗没有轰 唐浩的断织之所以能够重续 那是因为唐三取回了原本唐浩的两块轰 才有较大的几率将其重续 如若剑斗罗但凡有一块轰 说不定我们三哥就真的出手了 因为对唐三来说 重续断织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奈何魂力高达97级的剑斗罗 却并未拥有任何一枚轰 既然没有魂骨那么便缺失了 重续断织的必要条件 在退一万步来讲 剑斗罗终究也只是一个配角 虽然曾多次出手解救过唐三